第38题,第38题39题是题主 请在阅读下列叙述后回答3839题 食言极为氯化钠,是人体内重要的电解值 在身体里以氯离子和钠离子的形式存在 分别执持各种不同的功能 钠离子是细胞内外一体中最多的正离子 与其他离子共同维持细胞膜内外渗透压的平衡 利用渗透压的差异,帮助细胞进行内外物质的交换 另外,钠离子还有下列功能 1.可以与钾离子和氯离子共同维持人体的酸碱平衡 2.可以控制人体的水分分布,维持循环系统中血液量的恒定 3.是神经讯息,悬地所必须的物质 氯离子是细胞内外液体中主要的负离子 与钠离子、钾离子共同维持体液的酸碱平衡 另外,氯离子还有下列功能 1.可形成强酸性的胃酸、盐酸 能够帮助蛋白质的消化 也可消灭食物中有害的细菌 2.当人体中的氯离子浓度较高时 能加速肺部二氧化碳的排除 第三十八题是问我们说 人体内的水分中含有氯化钠 其在水中是以什么形态存在 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 我们已经看到过了 食塩基维氯化钠是人体中重要的电解值 在身体里面以氯离子和钠离子的形式存在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氯化钠主要是以离子的形态存在 第三十八题问我们说 其在水中是以什么形态存在 我们答案选的是A 离子 我们的氯化钠主要是以后